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3年的国庆日 赖金的总统将会发表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国庆演说 那根据了解两岸政策将会延续520互不隶属基调 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不至于会再抛出什么样的震撼弹 那么演说中将会阐述先贤 在台湾土地打造民主之路的历史脉络 呼吁跨党派的朝野合作团结为国家蓬勃发展 一起努力 但是赖金的总统啊 他在这个国庆晚会的祖国论 延续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论调 美国亚太住卿康达的反应 明显是比较保留的 显示台北应该要警惕而非自我陶醉 他也提醒台湾不要做任何危害美国利益的事 台北不能也不可以成为破坏现状的麻烦制造者 好来看到大陆这边保交房 是大陆房产市场呢 止跌回稳的重中之重 大陆住建部金融监管总局 日前是召开了联合视讯会议 强调保交房是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的有利措施 目前是打好保交房攻坚战关键阶段 要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以及贷款投放礼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 好 好